女友 我現在已經坐在 藝術家的起點上面 我要來拉拍了 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下 酒精墨水 畫出自己的內心畫 這就是我的內心 讀得出來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 要做那個綠豆泡紅 我還有蛋黃酥 這麼小一個 我塞牙縫不夠 會有一個黑黑的小點子 對不到焦啦 根本就看不到 一大早就把我叫出來 說要讓我當大藝術家 你不知道藝術家沒有這麼早起的嗎 現在是要去哪裡啦 去騷搖 去騷搖 我們有一個勤奮的藝術家 全台只有威力 全台只有他們做這個 那我真的要去看看了 走 維可等一下 為什麼帶我到野外 不是要帶我來騷搖嗎 這邊是怎麼樣 我完全沒有辦法感受到 任何搖的氣息 你看 都是樹 這邊都是樹 那邊都是樹 是怎樣 不是要讓我成為一個大藝術家嗎 等一下 我忽然想到了 有一些藝術家 他就是喜歡把自己放在這種 很幽靜的環境裡面 所以 這裡面應該 是一個狠角色 因為他直接 在這一片 其他地方 看不出來有樹林的地方 蓋了一個窯 我來會會他 哈囉 老師 老師也太漂亮了吧 老師是雪女嗎 而且 老師也太年輕了吧 請問你是 這裡的老師嗎 對 他是這裡的老師 老師可以跟我介紹一下你的作品嗎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的幼藥都是比較特別的 是用 大雅的紅土 吉小麥的麥感 是要製成的灰燼 那噴灑在上面呢 我們就會呈現這樣 一點一點的亮點 那這個幼可以有什麼樣的變化 它有很多種變化 我們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十二生肖的作品 除了上幼之外 你們好像也做了很多彩繪的部分 對 我們都是手工刻畫 老師還有什麼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那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是杯子 它是一個櫻花的套組 中間這個是 中間就是花器 花器 對 所以是我可以一邊喝彩 然後中間擦花嗎 對 而且如果是你們是五個好朋友的話 你們就可以一個人拿一個杯子 然後大家十年之後再見面這樣 每次好朋友都是十年才見面一次 什麼 這邊是我們特殊的幼藥 它這幼藥會流用 它這是一個蓋杯 就是慈禧太后喝茶的那一種杯子 它是 對 中間聚好嗎 你以為哀家要喝這杯茶嗎 哀家不喝了 哀家把它放好 老師 我也可以變得像妳一樣 這麼有藝術的氣息嗎 可以啊 那妳有什麼可以教我做的嗎 我們去做手拉胚 手拉胚 手拉胚很難吧 我有辦法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嗎 好走 走 我現在已經坐在 藝術家的起點上面 我要來拉胚了 那我現在該坐 那妳現在幫我沾水 那可以踩這個 踩這個油門 往前踩 這樣 好 然後我們大拇指 往下壓 穩穩的往下壓就可以了 好 大拇指往下壓 這樣可以了嗎 再下去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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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妳有沒有看過 第六感生死戀 有 所以如果等一下做不好的話 我不建議妳 就是直接從我的身後幫助我 好那我們現在要把它用寬一點 寬一點 那我們大拇指往左右兩邊 對 剛剛有聽說 其實 大人的失敗率比較高 對 小朋友好像比較容易成功 大人都會很用力 那我輕一點 就是 其實這個現在在做的是 不行 看妳幾歲 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我想要做的是一個碗 現在好像距離有一點遠 那我們現在要拉高了 夾著它 對啊 那我們從最底下 最底下 對 輕輕壓一下 輕輕壓一下 那我們裡面這隻手不出力 喔好 完全出錯力 它長高了耶 我的碗好像蠻大的 再沾一點水 裡面手出力的話 就會越來越像盤子 喔 好像有這個跡下 對 有點踩太快 老師它變 喔 踩太快 老師它變盤子 踩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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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子 喔等一下 怎麼辦 我想要 往後踩嗎 往後踩 往後踩 妳不要放棄我 妳不要放棄我 老師 好 我們先停下來 很棒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大量 很漂亮 很漂亮吧 很漂亮 很漂亮吧 老師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 刻畫它 那這個圖案是燒得出來的嗎 可以 就是若隱若現 因為我們會上一層又要 通常什麼樣的圖案 最多人畫 我們這裡就會教大雅的特色 大雅的特色是什麼 小麥 那妳先畫 我想看一下什麼畫 那我們先畫一個半圓形 一個半圓形 一個半圓形 老師超會畫小麥 她畫過的小麥啊 比妳吃過的還要多喔 好漂亮喔 畫完了 我終於畫完了 那之後 它要怎麼辦 要等它乾 然後我們會 幫妳們上顏色 這樣子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 大概要三個禮拜 好 所以我之後才能再見到她 對 在那之前就是 先託付給老師 幫我照顧她 謝謝 做完陶藝之後呢 就可以回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撫慰一下我剛剛 波蘭萬丈的心情 然後老師給了我一份甜點 但是因為這裡是陶藝教室 所以我想問這是真的甜點嗎 還是妳們做出來的 這是我們十二生肖的茶寵 茶寵 然後去做的巧克力 老師茶寵是什麼 茶寵就是擺在泡茶旁邊的寵物 叫做茶寵 所以是類似一個神奇寶貝的概念 就是妳在泡茶的時候 妳旁邊也是可以有寵物的 我要吃囉 我吃吃看 我現在心中很愧疚 因為我把它咬一個洞 但是有點很口渴 我們可以配茶一起喝 好 這是一個茶湯碗 用碗來泡茶的概念 對 好特別喔 它有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就是它是一個 荷花的石畔 那我們湯石呢 這邊呢就是一個 乾枯的荷葉 那代表過去 那我們長出了荷花呢 代表現在 綻放了自己 太強了吧 對 然後有了蓮子 代表有了未來 那就是一個 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個 如意的傳承 我們茶水搖下去 就會呈現 一輪明月的感覺 哇 好月圓耶 超強的 我的天啊 每個杯是異異不一樣的 先從這邊 好 含包代放 然後這邊是盛開 然後這邊是蟬河 然後我剛剛還看到旁邊有很多 像這種是 沖爆咖啡的 對 常常會看到有些人在泡茶或泡咖啡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玩很久 就會想說 他到底在幹嘛 可是現在看就覺得 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他其實是 有自己的這個道理 或者是 一些小小的細節 巧思在裡面 我知道 趙加油的厲害了 大家可以來體會看看 這小時 是 經過剛剛的陶藝教室 我現在 大藝術家的成分 已經到百分之四十了 現在來到這家 這 你看這是咖啡廳吧 對 那是咖啡廳吧 所以裡面有很厲害的 藝術體驗嗎 可以看出我的內心 你說看出我內心 大藝術家的感覺嗎 對 真的嗎 走 老師你好 你好 我是大文 很明顯的 這位就是我等一下的 藝術老師了 是 想要請問一下 嗯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體驗一下 酒精墨水 畫出自己的內心畫 是我畫了這個畫 你就知道我的內心在想什麼嗎 大概知道一點點 這麼厲害 對 太神奇了吧 那這個酒精畫要怎麼操作呢 那通常是如果怕出錯 我們第一次玩的時候 就是找相近的顏色 相近的顏色 比如說這個藍色的顏色 它相近的顏色 你覺得它是什麼顏色 是綠色 綠色也可以 那因為它是淺藍色 所以你覺得跟它更接近的顏色 是什麼顏色呢 該不會是深藍色吧 怎麼這麼厲害 太厲害了 趕快找出你喜歡的深藍色 這個 對 好 那就先有兩支放在旁邊 那主要使用的方式就是一滴 記得一開始就是一滴墨水 一滴酒精 它就會有一些變化 那我先直接示範 這個是墨水 對 這個是酒精 酒精是這個 這是不同廠牌的墨水的部分 這是一滴酒精 一滴墨水的部分在這邊 它就是會呈現碰撞暈染的那種效果 自己會散開 用完的時候就記得把蓋子蓋好 雖然是一個小動作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它 滴酒精下去 它就是慢慢會有一種 渲染的感覺出來 它馬上就有變化了 對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有手收有一點力氣 因為它是可以吹開來的 然後你慢慢畫的時候 不是說老師很強 就是馬上在你的內心 其實就是在繪畫的過程當中 自己就講出來 他自己一個內心的狀 會吧 所以我等一下很像那個FBI 有種會讓人家說真話的一種藥 吃下去就會把真話說出來 我等一下可能會進入一個這樣的狀態 會成立內心化的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會希望讓大家把藝術融入生活 像展區的部分 會選擇在這個北歐清廳的咖啡廳 就是會跟人們的生活做一個接觸 所以老師在這邊剛好是在布展 就是弄了一個展在這邊 所以也可以來這邊喝咖啡 然後看看老師的畫展這樣子 除了我的畫展 還有很多學生的作品 就是一起在裡面展出 那最後我可以再小小補充一下 就是還有一個很多學員都會期待的 因為就是金色 金箔的概念 就是還蠻紅的 記得要咬一下 就是會用金箔的 它好像有生命一樣 它會這樣跑來跑去跑來跑去欸 那我現在開始著手我的內心化了 首次大公開 好 先來一個什麼顏色 先來一個黃色好了 非常的自在 哦 非常自在 哦 目前它的心底狀態 我講出來我怕大家會嚇到 因為它應該是屬於非常 每天忙碌跑行程的一個狀態 東奔西跑 整個黃色的顏料到處串流 可是我相信它一定是很認真在裡面 因為你看 它的手勢 還有它移動的速度 你看我現在突然覺得我真的是太有 藝術家的天分了 因為 這個怎麼低都是一幅畫 哇 這個綠色好漂亮 你看它不會太多 它就會點綴再一點點 這是我的現場口藝員 它現在在口藝我的內心 你看你們兩個顏色 暈淡開來的效果就是很療癒 而且它變成就變得 這真的好療癒哦 你覺得這個綠現在是OK的狀態嗎 我覺得它現在也非常完美 它旁邊的那個小顆粒也非常的讚 這就是老師最喜歡聽你的狀態 因為大部分的人就是 喔 老師我畫的怎麼會這樣 就是會一直有一些負面的一些言語 但你不是 你整個就是覺得 喔 自己無敵了 我起手無迴 大丈夫 好 收到這種的學生一定要加碼 性潔 不同的工具就會實現不同的效果 然後你稍微把它吸一下 其實它是可以畫成線條的部分 喔 這樣子蠻用畫線的方式 對 一學就會 我覺得現在很完美了老師 有沒有覺得很難 一點都不難 但是也一點都不簡單 它其實不簡單 因為你真的會覺得你的內心會有一種衝撞 在你選擇一些顏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些細節跟你生活中 一些實際存在的事件是很類似的 然後你看到他們互相熨染 然後他們發生作用的這個過程 也是你日常生活中 會某些神奇的重疊在一起 然後在那一刻你就被療癒了 通常我們這個畫作好的 只是就是放旁邊 是 它可以開發成這個 像這個商品的部分 這不是你買的喔 這不是我買的 這是你做的 這是小朋友的畫作 小朋友 你會覺得它很強 它很強的部分就是 它用一罐藍色的顏料用到 老師絕對不會干預 就說要不要用其他顏色不會 它展現出高度的自製 它只用一個顏色欸 對 你想要做什麼幾乎都可以 還可以做成袋子 所以我如果我覺得 我做了一個很漂亮的畫 我可以分送給親戚朋友 讓每個人都擁有一個 對 沒錯 因為內心畫最主要的宗旨 就是讓藝術融入生活 然後呈現活酷對自己滿意的狀態 而且老師快速幫我表我的畫 展示出來了 是不是放在哪裡都會很漂亮 天啊 而且 我幾乎不覺得是我畫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太厲害了 它彷彿 就是 對 對 這個框很厲害 我完成了 這就是我的內心 你讀得出來嗎 欸 不好意思 剛剛不是一直都很認懂我的嗎 這就是我的內心喔 大藝術家的最後一站要去哪裡呢 鳳梨酥 鳳梨酥 我就知道 你們已經參透了 其實吃 才是最重要的藝術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做吃的 對不對 沒有說可以打開嗎 好 可以吃 這一位就是我們的老師嗎 嗨老師你好 你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做一些甜點對不對 對 太好了 那你趕快帶我去做 好 跟著我走就對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要做那個 綠豆碰還有蛋黃酥嗎 對啊 那在哪裡 在這裡 這麼小一個 我三亞目不夠 懷孕你們真的要給我吃的 天啊 那這個大小是幾比幾啊 這個是我們平常都做1比12 那這個稍微再大一點點 它是1比8的比例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這個綠豆碰跟這個蛋黃酥 對 這是什麼黏土 它這種黏土叫做軟桃 軟桃 那它就是在過去我們經驗上就是黏土 就是覺得快乾掉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加水去揉捏 那軟桃的話比較不一樣 它必須靠我們手的溫度去揉捏它 它就會開始越變越軟 那它的手感也是比一般的黏土 要再硬一些 好的 那就麻煩老師 手把手的教我了 然後我們先在手上這樣子揉捏它 去感受它的這個手感 它真的比一般的黏土還要硬耶 那我們先做第一個這個綠豆碰 好綠豆碰 然後我們在手上就是先把它搓成湯圓 在板子上面輕輕壓一下 然後它就會黏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是在這個邊邊 用手這樣輕輕的摸 輕輕的推 然後它就會變成有一個弧度 當然這個每家的那個綠豆碰 就是都不太一樣 確實 老師是一個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人 非常時事糗事 因為它表面上面可能會有一些 小小的這個紋路啊 那這個紋路我們可以稍微用牙刷去做一個處理 然後輕輕的點點點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觀察到 就是它上面就開始有一些細細的小孔洞 看不到了嗎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中間我們會有一個印章 然後就是要把這個章給蓋上去 該不會還做了一個印章來蓋這個綠豆碰吧 我們今天使用的印章在這邊 老師你是中秋節會出貨是不是 還做一個印章 專門蓋綠豆碰 塗到之後 超級清楚的 這個印章上面寫著 綠豆兩個大字 所以這個就這樣子就完成了 對 對啊你蓋的比較好 變大藝術家了 Oh my God 老師那我們綠豆碰就做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剛剛這個是小試身手 那我們總是要來進階一下 要進階了 對 像綠豆碰嘛 它月餅一定少不了這個蛋黃酥 好 那一樣在手上搓圓 但這次的話我們稍微把它搓成一個 橢圓形的感覺 橢圓形 像這樣子 像個蛋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就是這個市面上的蛋黃酥 其實顏色也都有點不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就是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上面通常會比較紅一點 就是除了那個顏色之外 我們希望就是讓上面有那種一片一片 酥皮層次的感 這個你可以做得出來 對啊當然做得出來 好 這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就 來製作這個部分 那我們把它稍微染色一下 好 要怎麼做 那我們這有粉彩 那我們用手指 稍微 這樣子去摸這個粉彩 把這個色粉粘在手上 然後這樣子把它捏到土裡面 上色 處理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 拿到這個板子上面 好 然後這樣子輕輕的把它抹開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它 東西變得非常的薄 老師這個整個都黏在裡面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嗎 好 這些這樣子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把這個 這個 刮下來 好好好 老師 接下來要怎麼做 換完就可以把它這樣子 稍微 往這上面貼 這個步驟超級誇張 它是一個很細很細的動作 它 做了一個很薄的酥皮 然後慢慢的貼在蛋黃酥上面 把它貼上去 天啊 貼上去的同時就會覺得 為什麼真巧 接下來呢 那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稍微用牙刷 稍微做一點微弱 讓側面 然後上面也拍一點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準備 來把這個蛋黃酥上色了 上色 我們剛剛 已經上色了 那我們 希望那個顏色就是更有漸層一點 可以讓它烤得更紅一點 好的好的 我們拿這個畫筆 然後去 沾這個粉彩 好 然後把它 塗在就是整個 就是整個都塗上去 整個面都塗上去 對這樣輕輕的拍上去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把這個 芝麻放上去 那芝麻在剛剛這個有沒有 小到 對焦不到的這個 是是是 就是這樣輕輕的刮一下 然後它就會有一點點在這個 招子上面 老師我真的沒有看到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移到手上 就有一個黑黑的 小點 對不到焦啦 看不到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 手上稍微把它搓一下 老師沒有人看出它 什麼形狀啦 然後就可以把它這樣 黏到這個蛋黃酥上面 我覺得很像 劍士小組的人 我就在模仿老師的動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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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們的蛋黃酥也做好 那接下來要進行什麼步驟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把它送進烤箱 那大概要烤多久 大概烤大概1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了 你說麻煩你了 好 剛剛去烤的已經烤好了 對 這個是我的 它更逼真了耶 那再來的話我們要讓這個 蛋黃酥 就是看起來是有油亮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把它上上層 這個亮光漆 亮光漆 那這個綠豆碰的話 我們就是要保護這個印章 不要掉 所以這樣子就 等它乾了就正式完成了 對 耶 這是我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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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